我们制作无人机的第一步啊 首先就拿到这个它的机身啊 然后有这么长的这个螺丝 那么我们需要固定四个螺丝去把这个可以安在上面 这样的 好,刚刚我们把这四个螺丝给上上去了 它们都是四个最长的螺丝 然后我用这个小起子把它再固定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下一步就是用这个就是我说的它的控制器 OK,它这个控制器是这四个孔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装这个马达了 刚才我事先装了一个 首先呢我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螺丝啊 它是六角螺丝 普通的宜家的这个是不可以的 然后我就找到我这个小的这个起子 一字起然后差不多大小 拿一个马达 然后放在这个架上面 那么线朝在中间的位置 可能需要压一压 然后呢在它的背面 需要用这个螺丝给它固定住 不难哈,不难 很简单就是比较费时间 像这样 然后呢你就把其他几个像这样固定住就可以了 好,这样这四个马达就都安装好了 最好呢是用胶水啊再固定一下 因为我总觉得好像因为这个以后会转这个马达转的会非常的快 它震动比较多 所以有可能这个螺丝会松掉 那就建议我现在还没做啊 就建议在这里面啊 把它固定的地方再弄胶水再稍微再粘一下 这样让它不会 螺丝不会松掉 好下面我们就要需要进行吸汗了 那么把这三个这个电路板简单介绍一下啊 那这个电路板呢 这三个pin是跟着这个马达的 这三个pin是根据这个马达 第二个马达的 这个呢是这边 这三个呢是这个马达 所以一共四个马达粘上去 那么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呢 就是把这三根线啊 把它剪短 剪短以后呢 这三个pin 对于这三个 这三个对于这三个 我会把它焊在上面 同样呢会我们会做这一个 和另外三个 因为我也不是专业的 所以我 所以如果做的不好 请大家原谅 reden fourteen 我 在这点 我 这样我们就全部把它焊好了 那我的水平是非常的业余 焊的并不好看 然后这个线的长度也掌握的不好 其实如果更专业来讲 应该是刚刚好 长度刚刚好 然后这个吸焊的头好几次虚焊 好久没焊了 焊的不太好 好这样的话这一步就走完了 好我们进去下一步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来收看无人机的系列视频 谢谢